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亚斯汀尼它的评分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呢简单的啊给大家做了这样子一张表格啊 前面代表的是40道题目当中你能答对多少道题 大家只要能答对16道题呢就能拿到5分 那么接下来以此类推 我们这边主要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分数啊比方说啊我们一般要去申请国外的学校 一般文科和普通理科它的入学要求大概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水平 大概是在你要能拿到6分到6.5分啊 当然这边讲的是这个总分好 这边有一个概念叫做unconditional offer啊 大家之后在申请国外学校的时候 一定会遇到这个叫做unconditional offer和conditional offer 什么意思呢有一些学校在看过你的材料之后觉得你的材料比较完整了也比较优秀了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给你发一个叫做unconditional offer 无条件的录取通知书 那么如果是一个conditional offer呢 有可能这个时候你就缺一个雅思成绩 那么其他方面呢都比较符合啊这个学校的candidate他的一个要求 这个时候他就会给你发一个叫做conditional offer 那么你就需要去考一下这个雅思啊 雅思成绩如果达到他的要求 这样子你就可以被顺利录取了 好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呢 有同学如果说想要去申请这个国外的这些学科 经济学人文学科 或者说NBA的话 大概是要达到7分左右的水平 另外还有一个啊 比较难申请的这个法学啊 法学它大概是要你能够达到7.5分的水平 这是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补充说明 雅思考试大家知道是分为A类和G类的啊 A是academic G是general training 那么我们的听力考试呢 针对这个A类跟G类而言呢 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A类雅思 5分以上才有用 除非大家是去国外读高中啊 可能高中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那么另外一点呢 告诉大家评分呢 是会稍微有些浮动的 有可能不是这个16到17题 有可能它有的时候会变成17到18 或者15到16啊 会有一两道题目这样子的波动的情况 好 最后一点 题目的难度呢 一般是递增的 也就是说 大家从section1做到section4 会有这样子一个明显的感觉 就是感觉做的时候啊 题目变得越来越难了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会根据你平常的你自己的一些阅历啊 你一些擅长的方面有所变化 所以说大家针对这一点呢 也不要太过于的恐慌 有可能有的同学 section1一上来就碰到了难题 然后就乱了手脚啊 这一点千万要杜绝 那么针对刚刚给大家看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评分标准呢 简单的跟大家啊 罗列一下 我们的这个听力部分 如果说我们要把它细分到每一个部分 你要能答对多少道题 最终才能取得你自己心中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达到这个所要申请学校它的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来细分一下 6分啊 如果说你要达到6分的话 也就是说你要能够答对23到26题 那么针对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题目的难度一般是要逐渐的递增的 好 所以说 那么我给大家大概的啊 列举了一下 罗列了一下 section1部分呢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 所以你要尽可能多的拿分 那么大概是要答对7到8个题目 好 接下来section2 6到7个题目 section3和section4呢 稍微啊 难度有所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要求大家答对5到6题就可以了 这是6分的一个水平 那么大家可以接下来往下看 如果说你要达到6.5分 或者7分 或者更高的一个水平的话 那么在section1部分 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 要尽可能的拿到满分 OK 那么接下来啊 几个部分 可以稍微的啊 有这么一些浮动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OK 只是简单的 如果说一个理想的状态的话啊 我们的每一个部分 大概是要答对这么多道题目 那大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以上是评分标准的所有内容 你是不是会做到你啊 我认为你跳得到的 你害怕 我们下属